来来关心黑心胡椒粉添加工业级的碳酸美 这里头还有的重金属物质啊 其实对人体来说根本是毒药 现在更证实了台中的宜兴公司呢 更把工业级的碳酸美卖给了彰化两间药厂 相关单位至少查封了10匹个90公斤的健卫三 不少运动选手常用的止滑粉 其实就是工业级碳酸美 现在不但被添加在胡椒粉里头 还非法添加在药品 两家厂商成了减调追踪目标 尤其是郑长生呢 我们也他最后一批呢 生产的产品叫健卫三 他是在102年8月生产的 牧村呢他的产品呢是卫三 目前已经查封郑长生药厂里头的23罐健卫三 另外还有10匹各90公斤的量 原本制造了多少民众吃了多少 现在仍在调查 但是黑心厂商贪小便宜的行为 也正在慢性谋杀人体 工业级的话绝对不能用 搞不好会有铅啊 会有铅啊 会有铜啊 隔那些都会 像这些都是有一些神经毒性器官伤害 就算是食品级的碳酸美过量食用 都可能刺激胃肠道 更别说是工业级 这让民众怎么吃得安心 记者陈远曼蒋云席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